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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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講的是20世紀 原子論天光即白 所以其實沒有從 門德烈夫講起 可是第一張投影片是更早 19世紀最大的 未解的謎團到底是誰的 其實剛剛 李教授提到道爾遜 他的原子說 原子說在19世紀 並不是一個已經是 完完全全沒有任何疑惑的 這樣子的一個理論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這個故事 大概如果我的速度夠的話 應該20分鐘就可以講完 可是這個故事 是我在當初教普通化學的時候 每一堂普通化學 我一定講這個故事 OK 一定講這個故事 事實上講到最後的時候 大家就會注意到 這邊有一些高中生 我事實上把我最後的幾張投影片 整理出了一個題目 是那個時候是叫做化學學科測驗嗎 彭老 你大概很清楚是不是 他們高中生有一個到化學學科的全國測驗嗎 是不是叫做 我忘掉 全國化學學科測驗 那我把這個題目拿去貢獻 變成那個題目 所以給高中生考過這樣子一個 好 長話短說 回來的這個 到底 道爾吞的這個十九世紀 我們剛剛聽到它的原子論 是1803年提出來的 1803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因為1803年的時候 貝多芬發表了他的英雄的教養曲 你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有多少的一個一個不同的圖 剛剛李教授也給你們看的這一張 是把它湊在一起可以變成分子 如果沒有原子就沒有分子 因為原子是所有物質最小的粒子 那分子的話是由原子組成的粒子 所以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話 分子是架構在原子梭上面 可是道爾吞的原子論 是不是真的是天撲不破的真理呢 事實上有問題 很大的其中一個反對的人 就是Friedrich Wilhelm Osterwald 這個剛剛李教授也提到過Osterwald 我們翻成奧斯特華德 奧斯特華德我第一次聽到它的名字 是在初二的時候 像現在的同學上課 可能不會在初中上到Osterwald 我們在初二的時候念理化 要學到硝酸的製成法 硝酸的製成法和硝酸製成法 硝酸的製成法 最重要的人物就是Osterwald 所以他是一個德國的化學家 在1909年的時候 他得到諾貝爾獎 所以1902年的時候 他把這其實是一個舊的專利 然後他在1902年的時候 再重新整理 變成一個新的專利 這個專利他特別強調的是 就是用阿摩尼爾 然後讓它跟氧氣反應 產生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再去氧化以後 變成二氧化氮 然後讓二氧化氮跟水 用水 經過了水以後就會變成硝酸 是很重要的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大概到了1907年還是08年 可能是2007年的時間 就正式地公佈出來了 在那個時候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接近了第一次大戰的時間 所以硝酸製造出來以後 有非常重要的用途 一個是做炸藥的基本原料 另外一個是做肥料的基本原料 所以硝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物質 這個物質是Osterwald 他把它合成出來的 那合成出來以後 要把它做起來 像我剛剛在講的這個製成法的時候 稍微書多讀一點點的就會知道 用SO2把它氧化成SO3 再用SO3去跟水經過以後變成硝酸 那個和過程是基本上非常的像 事實上都要用到催化劑 可是Osterwald在這邊用的催化劑 都是非常昂貴的 譬如說什麼老啊 這個白金啊這類的 是可以很方便地把阿摩尼爾催化 氧化成NO的 然後可以用到化學平衡 因為NO、NO2之間就有化學平衡 然後在跟水一反映了以後 它這個平衡式的左邊右邊都要控制 同時它還有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化學反映 反映速率 一氧化氮的反映速率 事實上是在那個時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Osterwald就跟其他的幾個 譬如說Warnhoff 或者是Arrhenius 這幾個都是認為 在當時是物理化學的啟蒙者 所以二世紀初 我們想記得二世紀的第一個諾貝爾獎 1900年還1900年 1900年就是Warnhoff拿的 然後1909年是Osterwald拿的 諾貝爾獎是19090拿的 所以在那些年頭是非常重要的時代 可是Osterwald他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有名 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莫爾概念 他提出莫爾概念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把莫爾概念拿來反對原子論 他是大概在二十世紀初 他提出最後幾個反對原子論領頭的一個最強烈的一位 反對的最強烈的一位 所以他說他是 是一個最強烈的一位 所以你們 我這樣不去多解釋 有高中同學在這裡面 為什麼莫爾的概念 可以變成大家反對原子論領頭的一個根據 這其實跟剛剛李教授提到的一件事情很有關係 他說因為化學家在能夠做的事情 不外乎 趁重 趁重 再趁重 大概從那句話你頭 就可以體會到他為什麼提出來了莫爾理論 可是他其實反對原子論 可是他在最後的時候 他其實覺悟了 因為他曾經有一次後來跟這個Arnold Zommerfeld Zommerfeld是提出這個第二個量子素的那一位 他就跟他講了一點 他說我改變了我的想法了 因為這個槍白漢就是Xiong Peihan Xiong Peihan 他提出這個布朗運動 他做了一個實驗 布朗運動在19世紀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來是一個植物學家 看到種子可以在這個水影頭會動 然後在1905年的時候 也是其實在20世紀初 埃恩斯坦就是說 布朗運動應該是在水影頭的那個例子 被水的分子不停地碰撞 所以他會在那邊動來動去 結果Xiong Peihan做了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的確是證明了那個 埃恩斯坦的理論 後來Xiong Peihan也拿到了諾貝爾獎 是1926年的物理學的諾貝爾獎 所以在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好幾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在19世紀末期的時候 有兩件事情我這邊提出來的 19世紀末期的時候 原子潤 原子潤組裝原子 是物質不可以再分解的最小的例子 可是在1897年接近二世紀初 湯姆森就是J.J. Thompson 他用Cathery就是因極射線 撞擊的結果看到了 看到了比原子還小的電子 OK 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說這是發現了次原子的例子 然後到了19世紀初的時候 1909年 那個拉塞福 就是拉塞福 他起先是湯姆森 做過湯姆森的學生 湯姆森他提出來的原子的模型 是葡萄乾布丁 就是說一個葡萄 一個布丁裡頭 其實有很多小的葡萄乾在裡頭 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型 那他的原子模型 被他的學生拉塞福推翻了 拉塞福認為 是發現原子絕大部分的質量和正電核 都集中在原子中心的一個極小區域 在他的正中央 所以看下面這張圖就非常清楚 左邊這個圖是J.J. Thompson的Model 就是一個布丁裡頭 裡面有很多小小的電子分布在裡面 所以是一個葡萄乾布丁的模型 你如果用這個顯微鏡去看 把這個α粒子撞擊出來的話 撞擊一個薄膜 他會穿過這個薄膜 因為這個地方電子很輕嘛 然後這個大部分地方就是很 密度很小 所以他會穿過 所以你會看到一束 很強的一束光穿過 然後照在這個螢幕上面 可是拉塞福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中間有一個地方非常非常重 而且帶正電 所以如果說你拿粒子去撞的話 穿過來了以後 撞到中間的時候就會反彈 會反射 可是如果是從旁邊經過的話 它就會散射 就會稍微斜的散射 其他地方會穿過 所以你看到的結果應該會是 大部分是穿過的 可是有一部分的是會斜的 射到旁邊 可是極少的會反射回去 結果實驗證明是這個模型 所以拉塞福的這個原子模型 就取代了這個JJ Thompson的模型 這個在18世紀到19世紀初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在1911年的時候 拉塞福的模型提出來 1912年的時候就要提到這個波爾 所以我的故事其實最最後的 關於波爾的故事 一個是波爾 一個是Mosley 波爾和Mosley這兩個人 是我在普通話學必講的一個故事 那1911年的時候 事實上波爾也到了這個 Kalvin Dish Lab 卡文迪西的實驗室去 那JJ Thompson在那個地方 所以波爾就跟著JJ Thompson 做了一點點這個撞擊的實驗 可是這個做的實驗 JJ Thompson不太滿意 對波爾不太滿意 所以波爾後來1912年的時候 就回到了丹麥去 然後他就結婚了 結婚了以後 然後到1912年的時候 就回到了英國 然後有蜜月旅行 然後在蘇格蘭這些地方 轉了一圈蜜月旅行 然後1913年的時候 他就回到了哥本哈根去 那時候拉塞福其實想留他 在1913年的時候 拉塞福想留波爾 在那邊做一下實驗 結果波爾拒絕了 結果沒有回去 沒有留在那個地方 沒有留在英國 就回到了哥本哈根 在哥本哈根的時候 他事實上用到了 拉塞福的那個模型 也就是原子核在中間的那個模型 然後同時用到了普朗克的量子 量子理論 就是E等於HNU的那個概念 然後他就寫出來了他的波爾模型 所以時間幾乎都在1911年 1912年、1913年 他的模型是這個樣子 就最中央有一個原子核 這個就是拉塞福的模型 然後第一圈的電子可以繞的範圍 第二圈的電子可以繞的範圍 第三圈的電子可以繞的範圍 那電子如果從第二圈的 跳到第三圈來 再回來的話 就會放出輻射光 就會輻射出光線 所以這個地方HF就是Frequency 那在1888年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發現 就是Rieberg equation Rieberg equation 那個時候是因為有人把氫原子 用這個做了一個它這個放射的光譜 這個我們在大一的時候 而大二的時候還做過這個實驗 就是讓這個氫原子 讓它能夠把激發出它的光線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有紅光有綠光有藍光 紫光這樣子 光線越來越密集 越來越密集 所以這個密集的光線在1888年 Rieberg它就用這樣子的波長 導出了這麼一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非常的奇怪 因為這個是波長 這是一個長數 可是後面是正整數 1除以2的平方 再減掉1除以N的平方 N可以是345 所以在一個方程式裡頭 有正整數 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如果看這個波長 這個波長656奈米 486奈米 434奈米 都沒有任何的規則 可是你如果把這個波長的倒數 去整理出來的話 就變成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方程式 而且裡面有正整數 這是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波爾就做了一個數學的導演 他如果說把這兩個 兩層之間的能量 是一個X 叫做Delta1 是一開始的這個能量 到末了的能量 然後兩個相減 OK 然後可以放出一個光線 這個HF 他導出來的式子 是這麼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 剛剛好 就是後面兩個是NF平方 和NI平方 F是final的意思 I是initio的意思 也就是兩個正整數的平方分之一 相減 跟這個一樣 然後這邊是一個 一大堆東西在你頭 包括了這個電子的電荷數 直子的電荷數 然後直子的 電子的這個質量 然後普朗克的常數 然後這個電子的這個 dielectric constant 都是一些常數 所以這個常數 就是Rieberg equation 這個是波爾導出來的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 就剛好跟Rieberg equation 完全的一致 那這邊的這個NI 就是這個 這個NI 就是這個 而且除了這個以外 他把這每一層叫做KLM 你們大概高中讀完了 就已經知道這個式子了 就知道這個圖了 第一層是叫做K層 第二層叫做L層 第三層叫做M層 這是做X光的人的命名的方式 這三層 然後第一層裡頭 最多就可以有兩個電子 第二層裡頭 最多就可以有八個電子 第三層裡頭 最多可以有十八個電子 二、八、十八 就是原子裡頭 第一個上帝的數字 為什麼是二、八、十八 沒有道理 沒有任何的道理 上帝說是就是 第一層就是二 第二層就是八 第三層就是十八 所以這就是上帝的數字 然後如果你去把這些上帝的數字 這樣加起來了以後 就有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Mosley發現的事情 Mosley他事實上是英國人 他在1911年的時候 也是進到了Kelvin Dish Lab 應該是在19… 這個實驗是哪一年做的? 這個實驗是1911年做的還是1913年做的? 他好像是1913年就打仗 到土耳其去第一次大戰打仗死掉了 所以這個實驗可能是1911年… 不對這個實驗是1913年做的 他是1915年死掉的 所以他做實驗的時候 用X光照了以後就會照出像這樣子的線 這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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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些線的波長 跟剛剛的那個順序一樣 全部都整理起來了以後 他就得到一個方針死 所以Mosley Law 在1913年得到的Mosley Law 就是把他這個得到的所有的頻率 都開根號的話 等於一個常數乘上括號 一個正整數減掉一個常數 這邊又出來了一個正整數 這個正整數也是一個上帝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 如果你把這個式子 如果你把它平方的話 這邊就變成Frequency 就是它的頻率 然後後面變成K1 這個K1其實不是這個K1 另外K1乘上Z-K2的平方 所以變成Frequency跟Z之間 有一個平方的關係 Z跟F之間 怎麼會有一個平方的關係呢? 如果說是把這個Z 仔細去分析的話 它是一個正整數 所以這個正整數 就是把每一個這個金屬 都把它排起來的話 這個是一個正整數 OK 得出來的是 60 是多少 29 然後28 27 26 25 24 23 22 21 是這樣子的數字 為什麼會是這個數字? 這也是上帝的數字 因為上帝說 有一種金屬 是 銅 OK 你們人類把它 後來叫做銅 不過我要把它叫做29 你懂我意思嗎? 上帝要叫它叫做29 上帝沒有叫它做銅 銅是人類叫它叫銅 所以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們叫它叫念 可是上帝叫它叫28 所以這也是上帝的數字 每一個都給了一個數字 好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 都用這個原來的frequency 來整理出來的話 這個就是我當時給高中的考題 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這個常數 整理整體的話 它會等於一個 跟Rieberg equation 很有關係的一個常數 整理出來以後 這邊會等於三個月 三點29乘以10的15之方 然後乘上另外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是 1乘以 1減掉四分之一 對 1減掉四分之一的話 你應該可以聯想到 跟剛剛的m平方分之一 有一點關係 對嗎? 然後後面是 z減掉一個常數的平方 這個就是 mostly的常數 如果是把另外一個lalpha 另外一個x光去打的話 是打出另外一條出來 我們就不講這個 我們就只看這個好了 比較簡單這個 自己減掉一個 比較簡單的常數 就是1 這個式子 如果你把 又跑掉了 你把剛剛那個波爾模型 拿來比較一下的話 波爾模型不是 那是 那是 雕代E等於HF HF HC 除以 那麼大 對不對? 因為F是跟那個 波長是倒數 所以你可以等於 這樣子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拿來稍微比較一下 就會發現 這個常數 跟這邊的常數有關係 然後這邊這個式子 等於這邊這個40 那原來這邊這個常數裡頭 有一個Z的關係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是在原來的這邊有一個Z 那個Z也就是在波爾的時候 他說原子序 有一個數字叫做原子序 那個原子序是稱作Z Z應該是等於一個電荷的單位 乘上一個常數 所以如果是氫原子的話 就應該是電子的電荷數 變成正的可是乘上1 所以它就是 直指是帶一個正電荷的意思 那當然這個7.4的話就表示說 它這個裡面所帶的電子數不止1了 才會出現7.4的這樣子的一個常數出現 所以當初我給的一個考題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這個式子 等於這個的話 能不能用這個東西導出來 這個Z是一個什麼數字 這個Z是一個什麼數字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給大家講的這個結論 就是什麼是上帝的數字呢 上帝的數字在電荷上 被波爾和摩斯里發現了以後 就是原子序是原子領頭 第一個的上帝數字 代表各種元素的原子 它的原子核領頭的直指數目 直指帶正電荷 當然電中心的原子領頭 原子核的外面 就有同樣數目帶負電的電子 換句話說 原子核領頭的直指數 就等於核外的電子總數 決定了這個原子属於何種元素 所以原子序就是上帝決定的原子的身份的證明 這是為什麼我說原子序是上帝給原子的第一個數目 另外一個數目就是我剛剛講的 原子的每一層可能的最多的電子數 就是原子中其他的上帝數字 所以第一層的最多是兩個 第二層的最多是八個 第三層的最多是八個 然後這樣子第四層的最多是十八個 你用這些原子數去加的話 你就會發現剛剛Mostly發現的全部都在第四層 就是我剛剛說的21到29全部都在第四層 你把這件事情都疊在一起 所有的發現都在1911年到1913年 那Mostly很可惜的是 他發現了這件事情以後 就馬上去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土耳其的戰爭的時候就過世了 聽說如果他不過世的話 1916年的物理洛伯爾獎 好像是要給他的 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